哈囉 路好大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要是說你在家裡面的話 買一些這種狗罐頭 狗罐頭 它因為有說這種材質 它做得比較堅硬一點 那個拉環不小心就拉斷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罐頭打開 網路上有看到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說你在水泥地上面放水 放一點點水之後 你的罐頭 就往地上面一直抹 但是重點在於 你這兩邊喔 這兩邊要把它按下去 它這邊才會翹起來 翹起來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但是要是說我們在家裡面其實不用那麼費力 我們要是說用一個湯匙 因為它畢竟它這邊已經有一些紋路了 有一些紋路已經幫你開了 一點點的一些 細微的一些紋路 所以我們要從湯匙這邊來翹 翹開之後你就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就來做個實驗囉 剛開始先把你的手 先握緊握緊之後 握緊之後往這個 紋路這邊開始抹 開始抹 但是發現會有一些些小屑屑 抹開囉 你看抹開了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翹起來 打開了 打開了 好不好 以上是那個 狗罐頭不知道怎麼開的時候的用法 以上 入合訓權 谢谢观看